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很多人习惯去鱼市场买海鲜 有民众就买了一只套鱼切开来之后就发现说里面怎么多了三只小鱼 让他疑惑地问说难道这是满意送三吗 不过有经验丰富的民众就直接为他解答说 这是因为店家为了要增加重量塞进去的 不过这样的解答是正确的吗 我们的记者也实际到市场的摊位上 看到说其实也有现切的三只套鱼里面都有小鱼 鱼饭就说了套鱼抓这个觅食的时候刚好被捕抓 所以在他们的身体里头出现小鱼 其实这个是蛮正常的现象 没看错套鱼切开来里面居然有三尾小鱼 头尾相接排得很整齐 民众到市场买海鲜买到这尾套鱼 让他疑惑地说难道是买一送三的概念 是买到赚到吗 有人这样说 经验丰富的民众说 这是店家为了增加重量塞进去的 还有网友说 吃进去的鱼表皮不会这么完整 塞进去加重量的亏大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实际到市场摊子上有套鱼有卵丝 抓一只来看里面的确有鱼 而且再一只还有 老板现切一只套鱼两只卵丝里面还真的有小鱼 鱼饭说套鱼觅食时刚好被捕捉 小鱼才会在肚子里 那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怎么没有吃饱那么咸啊 因为这个鱼小鱼你看那个一条小鱼也没有 你要去做这个小鱼也没得了啊 鱼饭说要去抓小鱼再塞进套鱼里可能性不高 但也无法百分百保证不会有鱼饭这样做 一只套鱼里面的这三尾小鱼意外引起话题 解带人贸 正好报道